这个长得像铁胆神猴的男人回到家 发现妻子的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 身上还有尚未褪去的余温 显然妻子是刚刚被人杀死 小莲听到白云的哀嚎声 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见到躺在白云怀里的莫愁 小莲说出了心中的猜测 一定是大姐干的 我刚才看见她 从这下山去 一定是她干的 新小月刚刚离开天山雪岭 莫愁母子就死在了天山别院 这让白云和小莲两人 都怀疑是新小月做的 秦百川得知噩耗来到天山雪岭 见白云抱着莫愁不肯撒手 劝说白云先将莫愁下葬 你死的妻子固然痛苦 我死的女儿 你亚的痛苦 现在唯一可以做的 而能令莫愁死得美目的 是解决新小月 白云的心中恨极了新小月 他听从秦百川的安排 将莫愁埋葬在了天山雪岭 发誓要杀了新小月 他开始四处寻找新小月的下落 首先将目光看向了风流房 他发现风流房虽然已经荒废 可风流房牌匾上的字 却依旧光鲜亮丽 显然是被人抚摸过 而能做出这种行为的 只有身为风流房老板的新小月 白云推测新小月想要离开中原 所以跟着他留下的踪迹追了过去 没曾想在半路上 小莲触动陷阱险些丧命 多亏了白云眼疾手快及时相救 而设下陷阱的不是别人 正是白云的老对手楚江南 楚江南表示他落得如今这个下场 都是拜白云所赐 并且莫愁是属于他的 他才是莫愁唯一的男人 因此他在风流房留下线索 故意引白云来到这里 就是要杀了白云以泄心头之恨 你根本不是人 莫愁姐姐已经死了 你死心吧 莫愁死了 他不会是死的 楚江南得知莫愁的死讯心神大乱 他的爱虽然有些偏执和疯狂 但毋庸置疑的是 他深深地爱着莫愁 小莲见状嘲讽楚江南自作多情 从始至终莫愁都只爱白云 他不过是一厢情愿 楚江南被小莲的话激怒 拔出长剑要杀了小莲 谁知这时端木齐突然出现 十分轻松地擒住了楚江南 白云不是端木齐的对手 只能让他带走了楚江南 随后白云去往山神庙守住戴兔 这里是他们小时候聚集的地方 留下了他们五人最美好的回忆 结果星小月没有等到 却是遇见了多年未见的李迈 白云和李迈叙旧一番后 说出了星小月的所作所为 询问李迈之不知道星小月的下落 李迈见白云杀心已定 没有过多的劝说白云 他道别白云后 悄悄找到了星小月 指责星小月杀了白云的妻子 李迈让星小月赶快离开 不要再回到山神庙 白云就在那里等着他 星小月的心中非常委屈 他终于尝到了被人栽赃陷害的滋味 任凭他如何向李迈解释 李迈就是不再相信他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星小月回到了山神庙 白云见到星小月杀心大起 立刻拔剑要杀了星小月 危急时刻李迈赶到相救 李迈你走开 我要杀他 我没杀莫仇梁母子 我是冤枉的 还想赖 我亲眼看见你从别远出来 我进去以后 莫仇和初恋就死了 我是见了莫仇 但是我没有杀他们 你以为我信你吗 大爷快走 白云根本不听星小月的解释 执意认为是星小月干的 要杀了他为莫仇报仇 幸好李迈一直护着星小月 带着他逃出了山神庙 白云在后紧追不舍 不杀星小月事不罢休 李迈拿出双刀竭力抵挡 与白云大打出手 催促星小月赶紧离开 星小月见白云如此绝情 煞时间心如死灰 既然白云要他死 他也没了活下去的动力 我真的没杀莫仇 星小月跳下悬崖生死不明 莫仇仪式总算告一段落 画面来到七星楼 秦百川收到了端木齐的来信 端木齐要和秦百川议和 在议和时会交出楚江南已是诚意 秦百川虽然也想保持和平 却怀疑起了端木齐的用意 或许楚江南与端木齐联手也说不定 楚江南躲了这么久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来找白云呢 还有 我们派人追捕楚江南这么久 一点没消息 但是端木齐一找就找到了 参り算别 参り算得到 鸿雅 参 der